现在留灯的是 21号 22号 心动不用看了 已经在台上了 来 直接看直推 好 张昭的直推女生是 纯粹好素 零添加 恒顺精油零添加香醋 为您揭晓直推女生 金杨阳 男生 阳光俊朗脾气好 喜欢运动 做事有条理有规划 感情中念旧 重情义不喜冲突 会给予伴侣细腻体贴 无微不至的照顾 女生时尚自信 小众有品 感情中看重精神交流 向往心有灵犀的爱情 两个人都努力有品味 女生踏实上进 男生包容内秀 是在一起心有灵犀的甜蜜恋人 共两位参考 来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22号 前提条件 开心果 如果吵架了 开心果 2 感觉自己能应对任何尴尬冷场的局面 跟年龄跨度较大的朋友们 也能相谈甚欢 是朋友中的开心果 11号 金洋洋 这样的我 沉迷文字 柔中带刚 沉迷文字 十年树林的小树民 最高记录曾经三个月不出门 没有娱乐活动 只看小说 文学爱好者 所以匹配了他们 王美丽 我的宅宅 我最看重的 喜欢的类型 喜欢的类型 永远喜欢简单又真诚的人 在感情上从来不和差点意思的人周旋 对上了 简单又真诚 说的就是你了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三个女生 你们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 最浪漫的情感 22号 对我来说最浪漫的可能就是 休息的时间和自己爱的人 卧在家里 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金洋洋 我就特别羡慕那种 就是相濡以沫 然后就是对方是一个情绪很稳定 然后会慢慢就陪着我的那种感觉 好 好 美丽 我觉得最浪漫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一起回家吃饭 哇 实时我也有自己的一句话就叫 乍见之欢 久处不厌 乍见之欢就是说 我们第一眼就相似来就很投缘 相似相知 但是我慢慢地还是能柴米油盐酱畜 然后一起去生活 去共同成长 我觉得这也是最浪漫的事情 就像刚才王美丽说的时候 一起回家吃饭 稍微迟疑了一下 王美丽 爆灯的女生 来 你很爱你的妈妈 你能这么爱你的妈妈 将来肯定会更爱你的妻子 所以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 你的决定是 好 爆灯的女生 我觉得您一开始上来说 不喜欢女生做家务 因为我不会做家务 我是 我会 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然后 我勤快 然后我觉得 你很爱你的妈妈 你能这么爱你的妈妈 将来肯定会更爱你的妻子 所以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 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 对 对 对 很不合 你愿意让我做一个王美丽吗 对 你愿意让我做一个王美丽吗 其实在来之前我已经写王美丽写了一年多了 亲爱的王美丽 最近的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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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我自己的 就是脑海里 就一直换着王美丽到底长什么样子 一直都是一个幻想没有具象 我并不知道你是否也在这里 但是我的内心却无比可求你的出现 因为武汉的夏天是美丽的 但是今天来到了《非诚勿扰》这舞台 王美丽另有了真正的具象 也让我更加坚信的爱情值得等待 真的 王美丽爆灯了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姓王 我的外号叫美丽 真的吗 好 我也希望当你真正出现的那一段 我没有想到你 你真正出现的 我没有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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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女士吗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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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港容蒸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之类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对 林先生 安心好品质 纯粹好处 林天佳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横顺金优林天佳 相处礼包一份 王美丽抱灯的时候 我承认了一下 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有人会给我抱灯 就很开心 很激动 我觉得是缘分吧 我选了一年半左右 然后最终也遇到了一个 叫王美丽的人 王美丽以后 也真的就不叫王美丽了 她叫王若杰 我对她心动的点就是 爱做家务 会做家务 以后我到武汉这边 所有家务我全部包了 都来我做 好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真的发现啊 本来21号站在那个地方 没有特别抢眼的表现 但是就在刚才牵手下去的那一下 我真的发现她突然变得美丽了 爱情来的时候 确实会让一个女生 就是花开了的感觉 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契合 当男生在台上说 你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就想你们俩不用说话 这就够了 你写了信 我今天才收到 这已经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已经 不用再换个名字了 我就是王美丽 对 那个信最后那句说 王美丽 今天如果我遇见你 你就有了新的名字 那个名字就是你的名字 王美丽 多好啊 哇 刚才男嘉宾在跟21号对话的时候 我看她那个眼神就满满都是爱 是的 然后牵手走的时候 走到那块的时候 她看着那个女生 那种幸福